路,哎,哎,选 姚文智姚委员,Mr. Cutting,以及各位与会嘉宾,大家好,早安 很荣幸能够受邀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人才,Big Data, Smart City 就像这个排序指出的 不管是我们要发展所谓的Big Data或者是Smart City 我想最重要的都是人才 而且特别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子的人才 根据工业局2017到2019年 他们对于重点产业的专业人才需求推估的这个调查 有37%的云端运算和巨量资料处理的产业的朋友指出 哎,他们确实存在人才缺口的这个问题 这在10个重点产业类别里面呢 其实也不只是在云端或者是巨量资料的这个领域 目前排名第四 在其他领域也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人才缺口是实际存在的 特别在软体级服务以及资料级服务 在同一份调查里面 他们也说在管理位阶的这个职缺上面 这三种就是服务的跟管理的人才 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跨领域的人才 事实上就我的观察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随着数位转换的这个过程加速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单一技能 所谓一技之长的这样子一个工作啊 就慢慢被机器学习加以取代 也就是说在既有的学科或者学门的界限 这个是工业时代规划出来的这样一套逻辑 慢慢的已经不再适用于我们现在这个数位时代 在数位时代里面反而是你针对自己的兴趣 建立一套属于自习的专业 这样子在这个独特的领域才叫做人才 才叫做专家 这个想法并不是什么激进的想法 在我们新的十二年国教课纲里面 就已经规划出跨领域学习 以及所谓的把素养导向的教学 取代以前能力导向的教学 以及甚至在高中阶段 达到所谓的每个学生一个课表 这样子一种理想 作为我们课纲规划 的一个基本想法 那到了大学以及到了成人教育的时候 在终身学习上 同样的我们秉持一样的想法 来制定所谓的数位国家创新经济 也就是DigiPlus这个方案 举一来说 我们在DigiPlus方案里面 就有培育跨域数位人才的这个行动计划 这个重点包括聚焦在如何协助学生 以他生活当中想要解决的 他自己的社会的环境的问题 来作为这个引导 根据他的应用的这个所需来学习他的领域的知识 这个本身就是跨领域的而不是单一领域的教学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老师们自己在受师范教育的时候 其实是不一定是用这样子跨领域的方式来学习 所以当他们要变成陪学生一起学习 跟学生一起学习 甚至未来带领学生跟机器一起学习 这样的角色 我们需要师资的辅导的辅修机制 来强化我们这些老师们的跨域数位教学的这个能力 另外在大专院校里面 我们也开始实验各种跨域的学习机制 像大学一年级的不分科系的专题学习 像是产学研的链结 或甚至所谓的实习的场域 直接就在企业进行实习 或甚至像有些社会企业的创业 何尝不能是学生实习的一部分呢 当然以上讲的这些人才培育 还是着重在软体 硬体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八年的硬体的规划 我们把一些其中这个已经知道明确轮廓的部分 归在四年的特别预算的数位前瞻基础建设里面 这里面就包括好比像说建置校园的宽屏网路计划 这个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呢如果有一些偏乡 它一直只能用像以前播接的速度上网的话 刚刚所讲的这种跨领域 甚至跨时空的教学方式都不存在 而这样子会加上数位落差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规划了 好比像说强化数位教学 跟学习资讯应用环境的计划 让每个教室或至少每两个教室 就有一个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进行数位辅助教学 同样的我们也规划了 技术高中跟普通高中 综合高中都要有的联网全面优化 频宽的提升计划 这些看起来虽然不起眼 但是却是刚才讲的这些新的跨领域教材教法 所能够长出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上呢是我的一些基本的观察跟想法 那当然有很多未尽之处 也希望大家未来不另指教 最后祝福我们今天的论坛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